2019第五屆飛龍盃轟爐地馬拉松 於7日在綜合轟爐地福德宮前廣場盛大開跑 超過千名跑者一同參與 當天天氣非常濕冷 更考驗參賽選手們的體力與毅力 轟爐地最著名的競賽路段就是上坡路段 非常消耗體力與耐力 參賽跑者徐英雄表示 今天的賽事折返點不明顯 造成許多跑友找不到 影響到個人成績 今天的折返點好像不太明顯 我一般我在跑21K的應該都是兩小時裡面 今天跑了兩小時時分 找不到折返點在哪裡 這是我今天的感受 全馬男子組第一名張靈昭克服濕冷天氣以及陡坡 路途中與第二名相互拉鋸 但保持自我配速 最後在上坡路段取勝 今天天氣很冷 會夏天 所以我就準備穿長袖 避免那個濕溫 然後就盡量配速穩一點 所以我跟融二在追途的時候 就是互相都在追途 然後以追速度 但是也不敢說放太快 要保持速度穩穩的配速 綜合地區最具代表性的 飛龍杯轟爐地馬拉松 邁入第五屆 延續龍型視覺設計 結合金花池的獎牌與紀念品 受到眾多跑友喜愛 希望明年動線規劃能更加完善 讓更多喜愛挑戰的跑友參與 孫內TV新北報導 請到下坡路段 請到下坡路段 請到下坡路段